每年除了過年,元宵再來就是清明節是最多人返鄉的時候了 這次清明節假期為期四天,想必返鄉的人潮會比以往還要多 為了因應這波返鄉掃墓的遊子,台鐵也在規劃上面做了些變動 我想問一下,我們現在的清明節返鄉人潮現在有在出現了嗎? 到目前為止都還沒有,我預計大概會在明天下午開始人潮會漸漸的湧現 那平常一般的返鄉人潮是從台北下來比較多還是從高雄這邊上來的比較多? 從台北下來會比較多 那我們在針對這波返鄉人潮有沒有什麼樣的應變措施? 我們這個在4月1號,就是從這個北迴縣,我們加開了一般的那個舉光號 然後這個2號北迴縣加開3班舉光號,南迴縣加開一般的舉光號 那4月3號呢,北迴縣加開一般,南迴縣也加開一般舉光號 4月4號,北迴縣加開三般,南迴縣加開一般 4月5號,北迴縣加開三般,南迴縣加開一般 以上我所講的都是舉光號 然後我們還會試這個人潮的狀況,隨時加掛車廂 為期四天的假期,台鐵在運輸上面做了很大的規劃 為了就是讓民眾能夠在最舒適的環境下回到自己的家鄉 也能在最沒有時間的壓迫下回到自己的工作崗位 更希望的是能讓所有在外地的民眾能把思念的心帶回到家鄉來 東台新聞莊文華台鐵報導